作為時代女性 買個袋都要隔到最盡才可以擺憂 曾經從事商業併購和上市的 的律師 Jennifer 愛旅行、愛舊物、愛到要開代購網 她的便宜買名牌貼士你一定要聽 2月左右就剛去看北極光 我就放了一個Paris旅行 然後那個旅行就買了很多東西 因為其實很便宜買很多RV鞋 然後在那裡買了Hermes的袋子 有個牌子叫Niklis Kirkwood 這個牌子除了Lane Crawford 我好像在香港真的找不到地方有 那次去Paris買了兩雙 遠遠便宜過Lane Crawford 因為我一向在香港有開這個牌子 在香港Lane Crawford有20% 我都比它更便宜 很多人以為買名牌 巴黎一定是最便宜 但其實歐洲的定價是一樣的 整個EUR總是出EUR的價錢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例如Lane Crawford 那些Paris會多款一點 就算Hermes 其實整個EUR去到德國 哪裏都是那個價錢 只不過又是你去Paris 你容易買到你不買的 然後永遠都是我們Hermes的原本貨 因為這陣子輕小一點的袋子 以前有一陣子都輕很大的袋子 這陣子這個尺寸是很輕的 而且現在夏天這個藍色 叫Blueer Toe 就是很流行的 現在這陣子又輕回來 其實Hermes是這樣的 那些款式就有東西有樂 這個就是Tool Box 但其實這個皮就是Swift皮 是5D花的 所以你看到這種皮 Hermes就比較有興趣 現在很多客人 專門叫我們去登在EUR 總之就買到一些很夏天的Tweets 因為香港這陣子都在搶的 Tool Box 其實因為你放上去 就已經馬上深淚了很多東西 香港東西是不太容易買到的 VSale Market都有的 但通常Market也有很多 好,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